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看回來財經大白話 聚焦今天的財經大事 我們請專家帶我們看得更深入 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包含了中金院副院長王健全 還有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好 首先我們來關注的 這個是5G的話題 因為5G的頻譜完成了 第一階段的數量競標之後 現在各界都在關注說 這五家電信公司 他們的設備採購 以及網路建設的速度 以領先5G開台為目標的 中華電信 已經做好釋出第一張 5G基地台採購訂單的準備 而根據了解 這中華電信的第一波 5G設備訂單 總金額預估與 4G第一波的訂單相當 大約是落在60到70億上下 在設備的供應商方面 中華電信也將沿用 這個4G採用雙設備供應商 向Nokia和愛力信 來採購這個大型基地台 所以我們就接著來請教一下寬哥 這2020年是不是會以完成 2000座5G的基地台為目標 我們請教寬哥 現在是不是有台系相關的供應鏈 哪些族群可以因此受惠 這一波5G的一個 四單的過程當中 當然幾家歡樂 幾家愁 目前是有四家的電信公司 取得平譜 但是未來會有5家來進入服務 現在要進入服務的過程當中 當然整個兵馬位置良草先行 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基地台要先建 以中華電信跟台灣大哥大 他們目前的新聞稿來說的話 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了 他們會在今年的第三季的過程當中 去把服務給做出來 現在1月份要把服務做出來 當然要先做出機體的一個建設 所以目前以中華電信來說的話 他們跟過去一樣 雙採購 雙設備 那為什麼要雙採購 雙設備 萬一一家當機的時候 或者是另一家 產生任何的狀況的時候 可以兩家來做所謂的 互相之間的一個資源 以台股來說的話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次的基地台 雖然說數額相當 但是內容是不同的 為什麼 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4G它的涵蓋面的部分的話 它的涵蓋 它的面積比較廣 以5G來說的話 5G它的整個頻率非常低 所以它的整個涵蓋的一個數量 基地台它會涵蓋的數量比較多 這次NCC為了幫這些電信公司 來做解決方案 他們已經開放了 未來會有很多的公園裡面的電燈 路邊的一個電燈 他們會搭上基地台上去 這個伺法已經做整個所謂的解放了 目前來看的話 不管是毅力信也好 不管是Nokia也好 他們之間最大的整個供應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在鴻海 以鴻海來說的話 當然鴻海的家族非常非常多 鴻海他們有在做小基地台 鴻海他也有在做邊緣的一個運算 這當中會有非常多的一個受惠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有的鴻海 特別是鴻海相關家族 這個後續都要來做追蹤 第二個部分 這一波5G 他們最重要的在哪邊 叫做高速運算 邊緣運算 AI運用 所以這當中還會有誰 這當中還會有包括像偽創 包括了像智邦 包括了像日月光等等 甚至於最重要最重要 還是在台積電這一塊 所以近期來說的話 當然今天是封關日 可能很多人會說 好奇怪 今天的光通訊股 那些所謂的中小型的一些 網通股好像表現得比較普通一點 因為今天封關 大家對於這些新聞的話 是比較冷淡的 但是再跟各位談一次 5G要進入的是高科技這一塊 高科技這一塊的話 一定要本身擁有 比較強勢的一個運算能力 跟未來的解決系統 所以就目前來看的話 我個人的認為是 鴻海會是最大的一個受益 再來的部分的話 包括了像台積電 智邦 日月光等等 這類在未來2020年的一個走勢 也會非常充滿期待的 好 我們想要繼續來請教一下寬哥 因為這個5G的基礎建設 現在如虎如荼的展開 現在也引爆了這個IC載版的商機 像是聯電 和售 還有台塑這三大集團 他們旗下的載版三巨頭 就包含了欣欣 景碩 還有南電 他們今年的資本支出 都是火力全開 而這三大廠年度的資本支出 都是衝到了新高 總金額是達到了311.8億 而年增也超過了八成 是要積極來搶這個市場大餅 對不對 所以寬哥你怎麼看 這相關族群的後世表現 如果您是財經大白化的整個觀眾 常常看的話 你一定知道我們常常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做報告 我說我的那個推理邏輯架構 是很簡單的 當台積電 聯發科 日月光 他們把晶片的結構做得更高 更精密的過程當中 板子也要改良 為什麼 因為晶片是放在板子上面做運算的 運算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這一波把現在的一個大架構 包括了所謂的HBC高速運算 邊緣運算的所謂的邊緣運算手機 我們上個禮拜也跟各位談論過了 甚至於未來AI這一塊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實很多的載板廠 他們都要開始做所謂的升級 升級的過程當中 我們先把全世界的排名 先跟各位做報告 現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是我們台廠 就是聯電集團的3037的新興 新興目前全世界的一個整個板子的排名 高達14.7 排名第二的話是日本的EB10 EB10大概架構都在10%左右 EB10跟三星都在10%左右 可是再來部分的話 又回到台廠 剛跟各位報告 領導廠商是國內的3037的新興 再來部分的話就是景碩 景碩是屬於合碩家族當中的 因為各家大廠他們都會擔心說 這個是重中置重的產業 所以別人不能夠被別人給佔據 我一定要有自己一條線的一個脈絡 然後景碩之後跟的是誰 就是台塑集團的一個南電 各位不要忘了 台塑集團他們也是打集團戰 因為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消息是 南亞科他們已經開始邁入了 未來的整個10奈米這一塊 而且他們是自行開發的 所以目前的一個架構來看的話 包括了新興 景碩 南電 這一塊的話今年都看好 而更重要的這一塊是 先跟各位報告一點 目前就國內跟國外 所有的一個法人報告來說的話 包括了新興 包括了景碩 包括了南電 2020年的成長率都還會比 2019年還要更高 所以目前他們各家國內國外 也都端出了不同的一個 所謂的價格預測 但目前來看的話 價格預測跟目前的價格 都還有一段不小的一個差距 所以就目前來觀察的話 很多人會想說 哪一類的個股可以報股過年呢 先來跟各位報告 台灣這些宅板廠 新興 景碩 南電 都是一時之選 這個是目前就各家的法人報告 跟產業當中可以看到的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2020年的展望也是會不錯的 好 我們看完了宅板廠 我們就來看一下晶片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這個副院長 其實我們也有看到一些消息是說 從之前就有台積電看好 這個5G的應用 所以調高這個今年的資本支出 而且數字是來到了160億美元 這是讓大家非常震驚 因為又再創新高 業界觀察這個5G帶動的 基礎建設的需求量 其實是遠大於預期 所以這主要來自於 這個運算晶片的升級 那我們也想好奇說 這個請教副院長 這相關的5G的基礎建設 會不會對於2020年 台灣的相關產業 產生一些經濟上的 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想5G跟這個4G不一樣 就是說它有高頻寬低展現性 所以事實上很多4G時候 想要做的一些東西 到都做不起來的話 可能到兌現大概只有10% 但是到5G時代 它的高頻寬低展現性 所以使得11柱型應用 包括整個智慧城市的應用 事實上都開始廣起來 當然對很多的產業是有幫助的 比如說5G的應用的話 他對剛剛寬哥也提到說 它的基地台的部件 可能頻率更廣 所以基地台的部件的話 跟一些晶片 跟印刷電路板 IC窄板 這些東西都會有一些應用 都有一些相關的一些需求 然後它衍生的一些 11柱型娛樂的一些相關應用服務 都會有它的一些幫助 所以基礎建設的投資 就相當重要 但是現在比較忽略就是說 如果我們5G的頻譜 這些費率標得太高 這個東西匯率很高的時候 消費者使用的需求會減少 消費者使用需求會減少 將來業者能投資基礎建設的東西 就會相對減少 對後續的產業發展 跟應用服務會打一些折扣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寄望於政府就是說 將來這個競標的價格 當然希望不要太高 那同時利用這個競標價格 可以專款專用 回饋到基礎建設 資費甚至一些應用服務的話 那台灣的話 後面的整個應用商機 跟我們領主機商機 就會更蓬勃的發展 是 繼續請教王老師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消息 因為其實我們去年台灣的出口 是贏韓國的 就是表現相當的亮眼 但是今天這個消息是說 台灣的出口競爭力 可能1月會被韓國逆轉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 最新公佈這個2019年12月 實質有效的匯率指數 這新台幣上揚是到了106.44 而韓元是這個達到了107.18 兩者的差距是縮減到了0.76 這個數字代表說是 六年半的最小值 所以這個院長 這是不是代表說 最近這兩個月外資這個熱錢 不斷的匯入導致 台幣升值的後移症嗎 這對於我們 以這個出口為導向的台灣來說 是不是短期歷見的影響 會是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基本面 其實在亞洲四小龍是居冠 今年我們主計總處公佈的數字 大概我們今年 去年是大概2.64%的成長率 今年大概會有2.72% 所以我們在亞洲四小龍表現很好 那韓國是因為去年 整個表現都相對差 所以它的匯率相對偏低 那當然我們講說 這個匯率其實不是決定 你出口的關鍵 那因為台灣其實相對韓國的匯率 當然最近比較甚至對 可能出口是相對是不利 但是台灣其實我們過去 整個台灣的匯率是盯住美元 因為是美國出口市場 現在其實我們央行的匯率 其實很大的程度 也是盯住我們主要的對手國 比如說這個東奈亞國家 韓國甚至大陸 所以央行其實會有基本的考量 它央行的貨幣政策 它的匯率政策 其實會考慮到貨幣政策的穩定性 物價的穩定性 當然產業發展跟出口的競爭力 也是一個它關切的一環 所以央行其實會做一個綜合的考量 讓我們的匯率當然相對來說 是比較尊重市場機能 又可以幫助廠商做一些出口 所以我想這方面可能不用太過顧慮 因為如果台幣太強 事實上對整個出口 對整個產業發展是不利 我想央行會做這種考量 那除了匯率以外 品質也是很重要性 就是說我們產品的品質 有競爭力 那匯率再做一個幫忙的話 那這樣子才可以走得更久更遠 大概是這樣子 另一方面我們也關心說 因為現在這個 中美簽署的第一階段協議 等於說他們的關係比較緩和了 所以工具機業者的大佬們 他們大多預期說 台灣的工具機產業 景氣最慢是會在這個 下半年來復甦 而今年的整體的出口值 產值也比起去年 大概是成長10%左右 不過這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 這個工具機消費市場 現在這個兩岸關係又這麼緊張 會不會成為我們這個 景氣復甦的一個黑天鵝 是 這個去年 台灣的工具機表現是比較差 因為這個台幣是相對升值 然後中美貿易戰的一些 訂單的延緩 加上這個 因為工具機是以大陸 為主要的出口市場 大陸的需求是在下滑 所以工具機表現相對是比較差 不過我們最近看到 我們的採購經營人指數 這個工具機已經開始慢慢的 緩步上升 已經接近50% 就是一個龍窟的關鍵點 所以看起來工具機表現 是相對改善 不過當然最近的一些新變數就是 當然希望就是說 大陸這方面可能就是 有一些聲音說 什麼Egg花費取消 這個一些反傾銷稅 我們當然希望說 這個外在的環境 不要影響到我們產業的一些發展 台灣我們的工具 就可以走得更好 所以這方面事實上是 也跟這個整個兩岸的政策 是有一點點影響 但我們不希望說兩岸的一些政治緊張 會影響到台灣產業的發展 現在大陸對於台灣是設立了 加工中心機的反傾銷調查 這個是我們要首先觀察的指標嗎 是 我想這個很多的 就是很多signal會慢慢出來了 當然從政治上來看就是說 因為這個蔡總統當然 以800多萬票當選 所以這個將來的上任的談話 就會影響兩岸的一些 一些合作的一些善意或怎麼樣 第二個是就是說 你要考慮到業者的反應 就是說台灣廠商 這是一個互利的行為 大陸降低關稅 讓台灣廠商去大陸 事實上對大陸的業者 他在升級上面有幫助 這是一個互利的行為 所以不必然說我們就是 他們是片面的浪利給台灣 除非說大陸當然有一些政治的考量 不考慮他的CP值 那對台灣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就必須要值得謹訓 但是很多的事件 是慢慢的一步一步來發展 所以我們看看說 有沒有政府有沒有一些善意 大陸有沒有一些善意 不過最近看到那個國台辦 好像是那種表現 有說可能不會對這個 ECFA採取這個停止的態度 所以我們在可能還需要 靜觀其變 看從一個signal 然後再看靜觀其變這樣子 老師我們就想要繼續問 這個ECFA的話題 因為現在就是傳出說 到底這個2020年10月到期之後 有沒有這個延展的機會 像是台灣的機械和石化這些產業 其實每年都透過ECFA 來輸入到大陸的金額 是高達數百億的美元 但是現在在這個早收清單當中 也是享受這個免稅的優惠 那如果說接下來這個 如果機械設備每年銷往大陸 大概80億美元 然後100多項零關稅的話 就您來看這個ECFA的延展性 到底高不高了 這個時候是各說各話 但是當然我們希望說 我們主觀的希望 是希望ECFA展驗 因為這一波 其實大陸對台灣的政策 是硬得更硬 軟得更軟 但是我們的工具機是 相對是一個受害的產業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這一波台商的轉單 這個回流的效應 還是以高科技 半導體 ICD 其實我們的傳統產業 並沒有真的受惠 所以如果基於這個 有一點這個浪力的一些考量 照顧這些M型產業的一些考量的話 我覺得大陸應該有必要 再繼續延伸EGFA 對讓台灣的更多的產業 會受惠的話 對兩岸的關係改善會好 不過當然這還是涉及到 政治上的一些考量 那我們希望說大陸就說 這個貿易市場是基於互惠的概念 不是說你片面浪力 我就得到好處 因為我的低成本的設備 所以你大陸的業者 可以利用這個加工以後 再出口到美國 它也是好處的 所以從CP值 從互惠的角度來看的話 EGFA我們覺得中心希望 大陸還是可以暫眼 對台灣的相關的業者 機械石化工具業 事實上是相對有幫助的 像現在好不容易台商 有很多大批回流的狀況 如果EGFA沒有延展的話 大陸取消這些優惠 會不會導致我們台商 又一波要去大陸投資的情形 我覺得應該比較不盡然 第一個就是因為台灣的工具業 基本上已落以大陸為主要市場 所以機械石化 它還是在大陸投資 所以這一波台商回流 這個產業相對比較少 所以它既然流出了比較少 它在過去的情況就會比較少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大陸的環境變化 不是只有美中貿易戰關稅的關係 它包括大陸本身 是一個限屋令 它這個環屋爛 加上五險一金 這些勞工成本的都上來了 所以台灣廠商其實 美中貿易戰關稅課程 只是壓死駱駝了 最後一個稻草 它事實上是 所以我覺得 就算是會有去大陸投資 但相對來說不會太多 因為本來回來的就少 去的應該會少 第二個是 關稅不是絕對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我們請教一下寬哥 就是如果ECFA的延展與否 對於台股會不會產生一些 怎麼樣的影響 當然會對台股產生影響 先來跟各位報告 ECFA對2020年來說的話 相對來說就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ECFA他們是 10年要調整一次 現在重點來了 調整要怎麼調整 上一次談的時候 是在2010年的一個9月 那時候是由江炳坤董事長 跟陳雲林會長 雙方所協定出來的 剛才老師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目前包括了石化紡織 機械跟汽車領域這一塊 好 那我們要一個一個 來跟各位做整個 內部的一個報告 目前以ECFA來說的話 全世界機械領先組的部分的話 包括了德國 瑞士 日本 請把這三個記起來 但是我們台灣的相對廠商來說的話 我個人去過不少的廠商 去看過 去觀察過 我們台灣是價廉 物美 值又優 所以以架構來說的話 我們的品質其實不輸 所謂的德國或日本貨 或者是瑞士貨 但是我們的價格相對來說 只比中國領先一點點 所以對中國廠商來說的話 他們是傾向要用我們的 所謂的機械產品 但現在有個麻煩 什麼樣的麻煩 今天報載的部分有談論到 中國大陸已經要對台廠下單了 結果就有人去說 這個台廠它是挺綠的 對中國來說的話 他這時候心中就有個疙瘩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下單呢 因為這個時候 對中國來說的話 意識形態 還是需要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所以目前就ECFA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在觀察 我個人認為 1月18號習近平國家主席 在緬甸的那一場的說話 是很重要的 習近平國家主席 在緬甸說話的過程當中說明了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中 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那也就是說 剛才老師所說的 硬會更硬 軟會更軟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兩邊的重要的 談論方向在哪邊 第一個在陸客 因為陸客 這一波不來的過程當中 目前也選完了 那陸客選完的過程當中 林佳龍院部長曾經去說話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還是要端看整個 蔡英文總統之後 他的整個就職演講當中 對於雙方 特別是這一波就職之後 雙方之間的關係 要怎麼做推動 但是我認為以中國來說的話 這個地方 它對於ECFA 大概不會一下子把網子收得很緊 後面的部分的話 大概會慢慢的邊走邊談 因為現在1月份 時間點往後延 可以延到9月11月再來談 但是對於石化產業來說的話 就重要 為什麼呢 台灣過去因為我們的石化產業 產出的比較多 所以很多都外銷到中國大陸去 可是這一波有個大麻煩 這個上禮拜 我們有跟各位報告過 這一波中美雙方所簽的貿易會談當中 2000億產品裡面有500億的產品 是石化產品 當中國必須要去跟美國 採購500億的石化產品 他必須要削減誰 各位我們去思考這一點 這是有連動關係的 他必須要削減誰 那今天其實報紙頭條當中 也看出來了 國內石化業開始往東南亞 跟東協去尋找市場 所以大家其實心中各自有一個份 未來的部分的話可能路會不好走 但是路要繼續走下去 台灣這些大廠 都是非常有競爭力的一個大廠 我們認為他們會持續的往前 去發展他們的產業 發展他們的競爭力 但是國家方向的過程當中 這個我們要持續要來說 兩岸當然現在來看的話 有點呈現對立的一個狀況 但是對於未來的部分的話 大家還是要坐下來談 坐下來談 對於兩邊來說 才能夠互蒙其力 剛剛老師也點頭如倒算 是不是有一些補充 是 我想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是因為ECFA 就是說台灣這一波真的受力 台灣有一點M型社會 跟產業M型化 所以這一波真的台商回頭轉單 還是在高科技 所以其實石化紡織機械 好像是一個受害者 所以剛剛那個快歌提到就是說 其實大陸應該綜合的考量 讓台灣的傳統產業 可以有一些人的生計 不過這個美中貿易戰 它的排擠效果 因為它必須要 對大陸的高科技產品 一些製造業 採取這個所謂的兩年兩千億的一些 可能有七八百億的一些投資 那投資它需要進口這麼多的話 會不會從其他地方替代 替代一些進口 所以台灣可能就是石化 可能就是一個排擠的對象 這方面是我們投資者 跟這個政府應該要考量的 謝謝 下一段我們就繼續來看 這個美國跟中國 他們這個簽署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之後 將進入第二階段的談判 其實也象徵著川普跟習近平 要有更廣泛的較量 正要開始嗎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百話